我们现在要准备出发到上海了 带老大去大上海大城市去转一转 我们这一次去的话不用坐高铁 方便你要跟着我坐火车待十几个小时 正好姑姑开车走 你说呢我跟着等你了 对令云他们点了一下咖啡 鸡姐你喝凉了吗鸡姐 你现在把行李给他整一下 本来这活都是老王的活 他今天还没过来 现在来这里给他们买点早餐 我也没有吃呢 老板给我装好啊 然后还有三碗鸡蛋汤 还有一个小米粥 打包带走 你也不开导航啊 嗯 老板他也不开导航怎么呢 你把导航打开我才有安全感 我就到了 他们已经进入梦乡 现在到服务区了都要下来上个厕所 一车六个人 你看 阿拉梯都给带下来吧 我们现在已经到上海了 是不是觉得这房子都很高级 还好吧 还好吧 走吧我们先去会场 这多个人来真好包都不用我拎了 哎呀 我心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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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之后我们就这程度的开飞 应该还不过 然后林姨现在在这个酒店 应该在接待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另外一个酒店 那边也有人在等 平时也这么干吗 对 吃饭都不吃 嗯 有空就吃了 你在看啥呢 一直在往外看 大灰机 离得好近好近 我们坐的地方更近 叫你不停的看飞机 手飞机 我们像一部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刚才到我们入住的酒店了 在那个美国会展旁边的一个全体酒店 妈妈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了 我刚刚给他们做好水果 感觉我这出菜比各家还忙 你以前出菜也是这样吗 对呀 这就是我出菜的样子 以前是不是觉得我出菜就是吃喝玩 天天到处住酒店 然后看美丽的风景 其实我出菜的时候比在家还要赶 出菜的时候我跟你说 那都是忙到夜里两三点 三四点 你看我们今天是将近三四点钟 三点多到这儿了 然后就参加了一个新品发布会 四点多的时候 这边就是有一个异象粉丝过来体验我们的水光 然后现场给他安排的体验 安排好弄好弄好弹好 最后又接到第二波 第二波是我们无锡的那边一个显像店 也也合作谈成了 然后又来到这边 我们住的酒店这边 一个上海的 哎呦妈呀 我跟你说我每一次出菜我都喂他 我现在有个小兔 你这大上海的你上哪去哪有啊 你出去我还不放心呢 哪来上呢 晚上带你出去玩呢 这讲好的是带我给你来个自驾游 接我 跟着我一块出菜 今天跟我拎了一天的包 明天什么打算 明天你要不要跟你姑姑一块出去玩 啊 开了美国会 美国会人很多的 那就挤不动 你可能饭都吃不上 回去你肯定要检查一下 你拿点药吃 好好吃一顿 你这样老是胃痛 前一段时间都不疼了 本来想检查的 不是因为吃了那个药 一个月之后才能做胃疾 所以就没检查了 谁知道今天突然要痛 要给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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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出差胃疼怎么高 你这个 不亏了带了我 我给你搞药吃 哈哈 呀 吃完